大家好 试剑赛中韩大战在季深圳也迎来了韩国足球队 让韩国队惊讶的是 很多中国球迷在机场接机 在韩国队里有着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 有巨星球队被追捧 似乎也整个事情还可以说得过去 就是机场非常热闹吧 随心免呢 看上去很开心 不过他没有给球迷签名 有热心的球迷呢 穿上当年克莲斯曼穿过的这种 穿的球衣 韩国队主教练心里面非常舒服 韩国对他们的男族非常有信心啊 在深圳机场吧 就是说中国球迷这些接机的场景啊 这个人确实非常的多啊 不至于那么废特啊 就是韩国就是说 他们说中国男族呢 多少年啊 没有出过一个巨星啊 当年效力于曼联的董方卓啊 只是昙花一现啊 他们就说董方卓呢 是曼联球衣的推销者而已啊 而这个韩国男族呢 出现了世界级球星啊 有这个普志兴和孙星免啊 哎 现在这个孙星免呢 这个身价呀 已经超过了5000万欧元啊 超过了中国队23人身价的总和啊 那这个球队就是 身价高达是6000万欧元啊 韩国队呀 有13位流洋球员啊 这个中国队有什么呀 这个吴磊呢 就是效力过西班牙不假啊 现在呢 就是韩美 韩国方啊 认为中韩了之球队差距比较大吧啊 可以就是说 中国队这个 要想拿到平局 就是最大的这个胜利啊 就是说 面对很多网友啊 这一次大家就是说 非常不愿意啊 很多人就是说 认为 哎 现实就是客观的啊 哎 有网友认为啊 这个 就是说 哎 认为这个 韩国队这个实力啊 非常强大啊 就是对于整场比赛吧啊 国内的到底怎么看 胜负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有多少胜算呀 反正就是说 哎 就是当然能逼平韩国队呢 就是最好的一个成绩啊 其他人比较就是说 不一样的 就是看法吧啊 作为就是中国球迷吧啊 希望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嘛啊 能就是两个队打平 或者是战胜韩国 似乎这个现先是有的啊 希望就是 可以天助吧啊 天助 得到天助啊 这个一切就有可能吧啊 哎 韩国队这个教练啊 和球员啊 反正也是信心满满啊 稍微就是 稍微就是 稍微骄傲了一点啊 就是说 韩国队抵达深圳后啊 也受到了中国球迷的一些热烈欢迎啊 大家也冲着这个 孙兴敏的大牌球星来 这些球星来的啊 这个国足方面呢 就是做好防守啊 反击 无论如何呢 都要踢得轰轰烈烈啊 就是 让对手啊 产生这么一个敬畏啊 敬畏 哎 哪怕就是说 散后呢 就是 也是一种 进步啊 也是一种 进步啊 大家对于这个韩国是否就是可以胜利呢 或者说是实力与韩国队相差之间 就是说这个事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啊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